穿著一身黑色燕尾服 為手機遊戲出席代言活動 才剛在澳門奪下華語榜中榜 兩項大獎的王力宏 這次也和好久沒合作的 徐瑋寧拍攝廣告 最特別的是 兩人在拍攝期間都沒見過面 我們只有透過那個 電視螢幕看到對方 然後比較對方的表演 然後再做不一樣的變化 那個時候我沒有妳的表演 因為我是先錄的 所以我是完全 靠想像 對 靠想像 女主角徐瑋寧也透露 在廣告時需要變換造型 表情有時嬌媚 有時又得展現女王姿態 剛好兩人都是第一次 替手機遊戲拍廣告 私底下也很愛玩 玩遊戲 對我來講至少是 一種放鬆的感覺 對 我不會太趕來玩遊戲 我現在都加入我的朋友聯盟 因為我要他們保護我 因為那時候我前面就是 因為我一直在累積自己的資源 所以就一直很怕被攻打 把攝影棚搭成中古世紀場景 有些道具還得憑空想像 對兩位大咖來說 感覺很特別 除了加入拍攝 遊戲主題曲 也是王力宏親自創作 求好心切啊 因為大家今天就會在現場放 我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氣勢 好 我是取住真的名字耶 嗯 我是經紀人的名字 哈哈哈哈 用基金人的名字在線上對戰 兩大天王天后同台 成為一大亮點 也讓粉絲們都很期待 三日新聞蔡銘華 吳思瑤 台北報導 再看回中間 最後 中間有看到有舉手 有舉手 大哥我們看一下他 是新的榮返